大家好,我是温哥华的帕尔克 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教您如何辨识插座零线和火线的视频 很多朋友进行了收藏 今天我进一步来教您辨识哪一种插座适合安装在house里边 也就是说你要区分哪一个是商用的,哪一个是家用的 那么这个是商用的,这个是家用的 它们有什么不同吗? 它们两个都是regular的15安培插座 不同,注意看这个 这个听门上面有一个TR字样 TR什么意思?就是temper resistant 打开看一下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火线零线它里边有一个盖板 就是一个保护板 它主要就是防止比如小朋友好奇心强 拿一些症状的东西进行去透 会发生潜在的危险等等 只有这种才适合安装在house里面 就是家用 也就是说以后你要再更换或者是您新建房子 一定要选择带有TR标识的插座 这个标识有可能会印在这个说明的塑料膜上 也有的是直接印制在这个插座上 请您一定注意甄别 好,谢谢